好的 各位观众 欢迎回来 那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就是 XTM这边要派出的是Aloha 而这个BH的战队这边 派出的是探机 这是一场PVP的对抗 我觉得F9第一场比赛赢完之后的话 我看到他在后台 就在我们的解说室里面 已经听到他汪汪大笑的声音 各种汪汪大笑 我已经受不了了 他吹的这些牛在后台 如果你能听到的话 你简直你就想出去就掐死他 这种牛 他吹的我们所有人都受不了了 但是没办法 谁叫他赢的呢 赢的时候他可以吹 第二场比赛的话 Aloha对阵探机的这一场比赛的话 可以说对于XTM来说又是一张好牌 因为Aloha现在的实力其实并不强 但是PVP的对抗一切都可能发生 所以说他今天可能也准备了一些PVP的战术 现在出现的画面当中的 就是来自于XTM的小将Aloha Aloha也是年纪不大的一位小将 他SL虚空之一的胜率是4-6 算是一个低于平均职业选手的一个实力 你看他现在各种在做神户戏应该是比较紧张 因为这可能是他第一次线下赛 他之前也没怎么打过线下赛 能没有 打过一次他 NESO NESO打过线下赛 但是我就说做到玻璃房 然后打比赛这种线下赛 他可能第一次经历了 所以显得比较紧张 而他对探机可以说是跟他同一时期 在国内的业余联赛里面冒出来的神族新秀 是的 但是探机现在已经成长为国内的神族双子星之一了 我们看整个胜率也是非常之高 14-6 14-6 这个属于职业的一个顶端的一个成绩 最主要是他在1比1比赛当中战胜了Party 对 基本上就没怎么输过 我觉得他的在联赛当中基本上没怎么输过 我印象中他的实力就是他敢解释 然后输给了Bing 对 但是他虚空之翼的第一场比赛是面对Party 然后就直接把Party打掉了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作是 整个我们SAL联赛里面的虚空之翼来了之后 这个新的一个变化 之前在他来之前Party是未成 除了打Bing那场2V1 对他输了 1V1里面未成一败 结果那天面对探机就直接输掉了 对的 好我们先看一下地图搬选情况 阿罗哈搬交了瑟拉斯废墟 探机搬交了中心协议 阿罗哈又搬交了乌雷纳 探机搬交了赛瑞拉克之冠 阿罗哈选择了暮色之塔 探机选择皮昂台地 最后一张地图是环鬼星岗 对 这三张地图的话 其实对于两位选手来说 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打的一个地图 两张内双土再加上一张正常的黄金矿土 对 我觉得特别是第一张地图 对两位选手来说就是很关键的一张地图 对 这张地图在PVP主要是也建筑的位置非常多 对 不知道阿罗哈会不放战术 我觉得如果以阿罗哈平时的性格 应该是打基本功的 对 他其实不太放太多那种很奇怪 可能顶多就放放引刀 他有时候喜欢在这张地图上面 我看他有时候会放选择多冰一波 多冰一波对吧 但这其实也不算那种 就是我说的很大的大招 他其实不太放这种战术 他更多的是喜欢跟对手打中后期的一个基本功 但是今天他面对探机 他也知道自己如果打基本功 可能不是探机的对手 对 所以可能会选一些 说不定什么野兵营都来了 这个有可能啊 那探机因为解释输掉了第一场比赛之后 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心理压力可能更大了 对的 不中有失 如果他这场比赛再挂掉的话 可能直接叫 直接有可能被三明 是的 对吧 他如果能够帮毕哈特拿回一分 那后面我觉得还是有得打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在探机肯定是一切要疑问为主 特别是第一场比赛 千万不能有失 如果上来再输一排 好了 这个可能心态直接就崩了 尤其对于毕哈特整个战队来说 他们心态更笨 对 这种比赛是真的 真的不能输的 很考验战队人心的感觉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平时是打个人赛 可能输了一场 那无所谓 反正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是的 但是如果你是打战队赛 你上来你输了 包括解释第一场比赛输了之后 我觉得对整个战队的 可能心态都会发生变化 好的 这边选手们已经准备完毕 那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的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看一下选手们的出生点位 出生在左下方 蓝色的神组 是来自于Xteam战队的Aloha 而另一边出生在右上方 红色的神组 是来自于BH战队的Tanji 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的点位 应该是我 我觉得这场比赛 两个选手 我觉得Aloha 今天可能会 在第一场比赛 可能会稳着试试看 如果第一场比赛 稳着打了一场 发现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我基本功 好像炸球炸不过对手 算了算了算了 第二场我就 自爆自弃 什么叫自爆自弃 第二场拼一枪 打线下比赛 你上来 你不是一个人玩 好吗 迈老爷 如果你们队上来 你是不是输了第一场 你就自爆自弃 没有 我的自爆自弃 一样了 昨天也是跟你打决赛的时候 你就自爆自弃了 对 我自爆自弃 然后你就把我打死了 没有 我当时实际上在想 你已经压在我门口 你不要再提 你不要再提昨天的决赛 好不好 好吧 我们两个冠亚军 好意思提吗 没有 我是面对三个职业选手的情况 你不要再说冠亚军好吗 不要再提这件事情 冠军是西瓜 亚军是色走 你继军啊 对啊 那有什么区别吗 有啊 你像电子竞技 不相信那个亚军的 只认冠军的 对不对 那你这样一说也是对的 是不是啊 对 西瓜的确是 最弱的 最弱的 来都不敢来 对 好 我们这边看一下 稳着打 我其实 阿罗哈果然是一个 我错了 我错了 他应该是一个两 两使徒的压制 然后转那个VS压制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 探机 看有没有应对了 他应该是能感觉到 他在找水晶 他在找水晶 他如果是找到 阿罗哈没有地 第二根水晶 第二根水晶 他应该是知道 放战术 对的 好 看看机体 他还在找 他觉得有点不对 他想看看里面 有没有水晶塔 对 免得被骗 对 有时候可以看到 比赛的 就是在这样地图上 很多神族会把 那个第二根水晶 放在二框路口 对 好 我们看一下正面 两使徒对单使徒 农民呢 阿罗哈的 再找探机 有没有机会找到 找到了 找到了 先点掉 但是探机 这个使徒来得非常快 对 关键看探机 家里面 他应该是有所应对的 我们看 主要看一下 他主框防守 主框两根水晶 二框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二框是没有做防守 应该是选择读口了 好 果然是一个读口开 他所有东西都想好了 对 好 看一下正面探机 这个使徒会不会强压 正面 应该会看一眼 想飘 点一个农民 点不到 还好 还好 背面两个使徒 想上坡 应该是被毒口堵死了 家里面 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双线的一个骚扰 骚不到东西 对 探机太有经验了 这个 一看 防守 一看不对 这边直接把口先堵了 对的 好 这边探机 应该是把所有农民 会造到主框这边 对 探机还在不停的侦查 他是应该想知道 这边切进来也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大炮弹 这个先知 上来就被打残 还好 还好 没死的话 至少还可以把你 把你这个 威慑力 对 把你搞得还是很不爽 双线 探机还在不停的侦查 探机好像骚扰 但是应该不敢进 他应该是侦查的 他想看你的整个东西 他想看你家里面的东西 好了 这边还续了一个凤凰 应该是 可能是一个进行 侦查防守 将来的冷静 双方都是放下了VC的一个科技 探机还是比较稳 还放了一个追本 怎么可能不会放下VC这个科技呢 好 这边也是打掉 那这样的话 双方 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 对 我觉得探机可能小战一些优势 在运营上肯定农民数量要多一点 是的 那这张地图 其实你前期有那么一点点优势 不是很大的作用 这张地图主要还是看 开三框 开完三框之后的一个打法 就是看谁先开三框 然后三框之后 谁来现在潜压 这边甩了个农民 还放了一个偷窥 对 双方农民数量差不多 从前期开局来说的话 探机其实并没有占多大的优势 还行吧 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两框 踩得更早一点 对 所以说他科技可能 科技线上面的时候 这边阿龙 这个先知走位有点飘 他这个先知主要就是过来给你压力 个人觉得先知如果在PVP内战的时候 尽量远离水晶塔 对 免得被点 对 水晶塔输出太高了 是的 水晶塔 尤其是可能在下个版本 水晶塔的DPS要加强到45 好 这边双方都是放下自己科技建筑 放下BF 看得出来是准备要打中期的 对 都是在升折月 继续往里飞 这个先知 还要说两个三个 哎呦 两个 两个 这个先知这样打的话 其实赚回来了 对的 你要骗了多少次炮台了 三次炮台 然后还杀了个几个农民 我们看一下这个先知的杀农 我估计杀了三个吧 三个 三个 那还行 还行呢 骗了那么多把炮台 对 家里面他也在放探机反先知 直接三GD甩出去 这边有点平 直接先甩三GD 三GD 对 他应该是在 炭机家里面不是不停地用那个先知飞进去的时候 他也看到了炭机骑士 那么再戳一个 没有 这个先知真的是妖啊 对 就打反应 就打你反应 今天看来说炭机好像 这个阿罗哈好像状态也挺不错的 炭机反而状态有点不佳 我跟你说就是第一场输掉之后心里有压力 对 反而是阿罗哈想的是 现在有点稳的感觉对吧 可以拼起来了 三GD进入这边领先还好 还可以接受 看一下谁先会选择补兵银或者VB这个科技吧 在PVP内战争中如果你选择多兵银的话 你可能能利用前期闪烁追列占到一些便宜 有可能打爆都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选择VB的话 他继续侦探 他主要现在是为了确认你的三开 我觉得这个先知其实作用已经到了 对了 对炭机来说的话 现在这个局势可以说就是五五开了 大家双方就稳着打 是的 阿罗哈这边直接补了四兵银之后 感觉要选择一个七兵银的前压 对 他先要把你炭机可能是 科技逼出来 对 把你的科技先逼出来 炭机这边好像还没有选择补兵银 而是先刷了一轮兵 我觉得炭机这个科技有可能会被压制的 对 因为阿罗哈的兵银比你早 而且换一个先知到你炭机直接要前压 他打双线 对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阿罗哈的兵力 特别是他的兵银数量上来说的话 你这个双线真不一定打到的东西 尤其是主矿这边还有大炮台 这个主要是看反应 正面接触了一下 这边先知 追本 哇 追本 就直接上了 好 这边看见大炮台在哪里 没有大炮台 感觉主矿双线应该会被牵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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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炮台 影响不大 我只能说 但这样的话他可以 阿罗哈直接在家里面点个 哦 又追本 又再往前追 这就是追本 好 追本还到往前摔 就是追本好不好 是 但是探机这样子一拨双线之后 他把自己的球给拖出来了 那没关系 其实对阿罗哈的时候 本来就是他想好的就是防 他家里面这个时候应该点一个水击 点一个地宝 好 追本先往前 追完往前摔 两个不小 两个不小不敢上 他可能要先想磨一下 看能不能磨到东西 三个追恋 死了一个 哇 这个不小的DPS还是很可观 嗯 直接被秒了一个 探机这个时候才补兵赢啊 对阿罗哈来说 这个时候他兵力肯定是很足的 他想占便宜 这个时候 好 这边再撑不小 撑一下不小 但这个时候 他就赶紧把自己的不小放到后面去 对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双方其实差不多 阿罗哈这边要选择先开刺激 哦 引刀 他放了引刀塔 是的 那看来还是要选择一个反多线之后 选择两比二的出球来补 球的进度 对 他这样补球的进度 而且在中期他可能会使用那个 诶 探机右头 看反应 没有反应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没有再点那个冷静 这边三个使徒虽然送了 但是 家里面 哦 还有凤凰 这个凤凰太关键了 看到引刀塔 对 虽然炮台是防住了 但是 我觉得探机的损失还是很大 看到引刀塔又如何呢 这个跟你中期防得住 防不住 无关 关系不大 本来你中期家里面就肯定会有防守 对了 防引刀的建筑 这冷静被一个凤凰抓了也很伤 看一下探机 探机要压了 他这个时候开4GD 然后直接压出去 对 他应该是先选择4GD压制 开启之后 因为他球的数量要比 阿拉罕偷矿了 不 这个是正常的4GD 阿拉罕在那边开的 也算是 其实你打PVP你是可以开这么 对 可能打人组的时候 对 习惯了 不能在那个位置开4GD 是的 阿拉罕这个时候再次进行一个小的前压 看到对方的一个阻力有球 那算了呗 三个球 这个应该不敢贸然 这个你都敢打吗 这个对手三个球 对 而且阿拉罕这边为什么停止了那个球的建造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只有两个球 他这要打一波吗 这个两个球的一波我觉得有点难 他虽然是战斗人口稍稍领先 但是 但是探机这边好像被活捉一个球 对 看走位 看走位 他不知道这边是抹了过来 对 阿拉罕是可能是想在 这边有结冰水晶 但结冰水晶其实接不到什么 对 探机这个走位有点飘 出门了 探机 被绕开了 难道先出手 那如果阿拉罕 看到了 看到了 他应该是晃到这个 想包夹 看一下 其实阿拉罕可以回程的 看到对方过来 直接就回程 包夹有没有 包夹有没有机会 阿拉罕在等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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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身先大 探机 完了 完了 这边要探 球 我觉得直接回程吧 探机这边球的操约太好了 对 我觉得直接回程吧 这边 直接回了 但是 这是没办法 看双线 这边阿拉罕的双线 他是想打双线 对 但是瞬间被打出一个40轮口差距 对 他现在只能猥琐了 就是猥琐出球 然后慢慢的炸 还是在反应上面 这边四个球 这个想偷几个农民 其实意义不大 反而葬送了四个追隶的代价 这边人口又被拉开40人口 主要是现在没有断到 探机的经济点 断经济其实我觉得都不是最关键 最关键现在是球不够 对方刚才炸了一下 炸了阿罕哈太多兵了 是的 现在只剩下一个球 探机这边有四个球 你想打这边 六个球 这个球 九个球 探机果然是玩球高手啊 九个球打一个球就怎么办 对 好再不上个头盔 那这样的话 视野探机完全优势 绝对优势了 那怎么办 这边其实探机 如果能发现 罗哈的四季季的话 神志炸球 两个球 两个球看有没有计划 这两个球全面向炸 炸不到 被剪了 第二个还炸 哎呀 这什么意思 这被爆炸了 啊 这什么意思 这往前跳 哎呀 季季 这什么意思 莫名往左边跳 其实他刚才炸的两下 还是可以打的 哎呀 这边探机好紧的 用试纸机顺便插一下球 总体来说 我觉得阿拉哈就是 往前跳了一下 你这莫名其妙了 没有办法 追本 毕竟是追本 对 他刚才如果是 两个球好好的 就是第一个球 其他炸的还可以 炸了探机不少追劣 是的 然后他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通过往后跳 耗掉对方的那个球的话 是探机打不进去 对吧 结果没有想到 他往左边这一跳 瞬间中心开花 直接中心爆炸了 全家就爆炸了 这还是我觉得 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就是你之前看他 打PVT你也看得到 就是不停的喜欢跳 为什么叫追本 就是他太喜欢往前跳 然后就把自己的胜利 给送掉 对 这个在PVP里面 往前跳 我觉得要到下个版本 才能往前跳 但下个版本 就算你往前跳 他也可以把你血 给你打光 是的 虽然护盾还在 但血没了你 还是得死 好我们看一下 第二张地图 皮昂台地 这张地图在 PVP内战当中 是一张属于 压制型开具 主要是因为 前期谁开三基地 黄金矿的时候 优势会取得特别的大 对 所以说你前期 必须得一个 暴力的压制 打掉对手三基地 否则的话 就可能劣势会很大 对 其实我觉得 今天阿拉哈的 整个状态 还是不错的 他主要还是 经验上的一些不足 其实在开局 一直打到中期的时候 双方都差不多 只能说被抓的那一波的时候 他其实探机一上来 他就应该回城了 对吧 别人 你又没有移带了 你没有拿一个 叮当到前面去开个视野 看到对方上来 如果你是看到对方上来 你先两个球出去 一炸完就回城 那探机估计就伤掉了 好 这边第二场比赛 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的 各位观众 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看一下 选手们的出生点位 出生在左下方 蓝色的神组 是来自于Xteam战队的 Aloha 而另一面出生在右上方 红色的神组 是来自于BH战队的 探机 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探机打完之后的话 Aloha这边率先打出PP 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边难道上来就 键盘失灵了吗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边需要 嘉宜来 裁判去跟他沟通一下 看看什么情况 还好现在已经换成7次了 如果是嘉宜进去的话 Aloha遭忠了 对 谁进 刘嘉只要进到 进到谁的对战房 谁就跪 嘉宜是这么说 他说在普希的时候 他是进谁对战房 谁跪 在普通的时候 他进谁对战房 谁胜 有道理 风水不一样 这个时候有一年 我记得NS的时候 刘嘉不是总是把包 他不是一个书包 他只要书包放到 哪个对战房 哪个对战房必跪 NS的时候 后来他有一次 把书包放到 这个康姆的对战房 然后康姆悄悄地把书包扔出去了 然后康姆就赢了 康姆一看 什么刘嘉的队 刘嘉的书包在这里 然后悄悄地就扔出去了 好坏的康姆吧 为了赢比赛不择手段 你只能说 你只能说 当时康姆智力比较高 对 有些选手可能就不好意思 这边还在调试装备 可能比赛 好像是键 真的是键盘失灵了 换了个键盘吗 他可能要复盘 可能是要复盘 重开一下 我估计是重开 因为刚才键盘 可能一出来浓妹妹造 是的 这边叹气好紧张 还在插手汗 肯定很紧张好吗 你不要现在好像很轻松 你过两天 你上的时候 你也是这个样子 不会的 我不紧张的 你们上来 0-1 不像第二条 你不要这样想 本来我是一个青色的孩子 什么叫青色的 你是不是就想好了吗 0-2反正破罐子破摔了 不会啊 我们很有实力 我们上了 只要你想看 如果是X-team上来 哪怕我们面对比喻 我们也肯定要拿分 我的想法就是 你现在是不是想好 如果我们对2-0 我反正就随便打 反正我也不紧张 如果我们0-2 我就破怪子破摔 不是这么说的 我跟Lily 经过就是这段时间的合住之后 已经又上了一个档次了 对啊 原来是这样 但问题是 他们都把你视为雷锋战队的夺分点 不可能 你想想看 刚才所有的外面的人都这样说的 打雷锋战队 卖了也先拿一分 你是不是要憋口气 要证明自己 我不需要憋口气 就打到 只要比赛上了 就已经能证明自己 好我们先回到比赛当中 我们先看一下出身点位吧 这边出身在右上方 红色的神组 是来自于 比哈战队的 探机 另一边出身在 左下方蓝色的神组 是来自于 X-Team战队的 Aloha 对这场比赛 我们来再看一看 Aloha会怎么打 我觉得Aloha其实战术准备 还算比较充分 而且操作的感觉 特别第一个先知飘的感觉 其实飘的挺好的 还不错 就可能我个人觉得 还是在中后期的 基本功硬实力方面 还有就是他耐心 感觉Aloha的确属于 在耐心方面 并不是很足的选手 对 在PVP内战当中 可能会很吃亏 因为炸球的操作 就很考验 双方神族选手的耐心 就跟以前TPT一样 护驾坦克 就比谁的耐心更好 能不能打出 这时候有一个缺口 我们看一下 开局应该正常 都是双方正常的 都是兵营开矿 对 这张地图 其实兵营开矿 还是比较好开的 因为毕竟有一个高台 对 双方都是一个 兵营开矿之后 进行二次侦察的开局 双方神族 双方神族 这边很求稳的 侦察一下 黄金矿的高台 有没有野兵营的开局 他主要是怕对方阴他 而这个Aloha是完全不管的 对的 他相信双方神族不会阴他 是啊 因为毕竟 从硬实力方面 双方神族还是要强上很多的 对 如果再放大招的话 双方神族也不属于一个 压制性很强的一个神族 所以说 就基本无视了这个 前置兵营的开局 对 好 这边也是看到双方的一个进度 那基本上都明白了 双方的战术是一样的 对 安吉两根水晶点的 也是非常的职业 现在点这两个位置 然后在后面再补一根水晶 基本上就全部防住 而且这张地图 如果要从 直接从先知 从旁边切入到背后的话 可能要路过第二根水晶的位置 对 这边再加速使徒 想要进行一波使徒的前压 这些都有套路 对 区别不大 关键看这个赶走对方农民之后放什么科技 阿拉哈是又要野吗 看上去好像又要野 好像是要野 但是探机回来的农民 并没有看到 阿罗哈的农民 我感觉他可能会想到对手 有可能会野 有可能会野 我估计野VC 野引刀的可能性会很大 野引刀的概率可能高一点 但探机这边是率先放下VC 看一下VC之后是接VR 阿拉哈直接家里面接了个VR 他也没有点水晶 他先藏在外面 对 两个人互飘 是的 双方都没有遇到对手的使徒 这边也是先上来看一眼 矿好像有机会 有农民杀 哎呦 这不阿拉哈节奏要乱 围了 没围住 没围住就没意 但是 怎么办 主矿 主矿 完了 回去了 这个时候应该 围啊 这个时候只能围 围 看围操作 哎呀 被卡住了 我觉得阿拉哈已经有点乱了 对 但看一下探机家里面的使徒 没去没去没动 完全没动了 双线操作方面来说的话 探机还是要别了 还墙上不少 但是左下角的水晶已经点下去了 我估计是VC了 对 也引到了 我估计是 因为家里面让你看到VR的科技 但感觉这根水晶点的有点慢啊 可能还是刚才节奏被打乱的 对 好 这边探机还是一个正常的冷镜 哦 直接散开 哇 那这么拼 那么拼 他应该是在家里面走了一下 看到你 哦 两个S 怪不得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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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探机 探机会不会来进行侦查呢 呃 不一定找得到这个位置 对 因为 探机现在主要是想 开一下上面的视野 嗯 如果这样子三七地顶出来了 他不想让你 补出来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探机主要是不想让你侦查 嗯 的话不算是虚凤王 还是虚空 应该是虚空的可能性会更大 我觉得 对 接下来 看到了 看到三级地 我不去虚空一波了 对 尔罗华肯定要探机波 呃 讲错虚空一波 对 但是闪烁少一个追点 应该不会压了 看家里面虚空一波吧 这个 你出先知什么的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 兵补齐直接 没钱 没钱 他这边兵补的太早了 嗯 我也觉得兵补 可以考虑先出两个虚空之后 再补大概五到六个兵补 对 因为现在 你就两块宝盒嘛 也别刷农民呢 是 能力刷那么多 哦 哎 他的 探机在找 哦 什么什么 他趴在这边 瞭望塔 应该是站瞭望塔 或者直接看一看 凤凰 这什么情况 凤凰 这个时间点出凤凰 有意义吗 还不如在家里面点两个凤凰 哦 他是直接自己三开 然后出凤凰 但是探机这一波 肯定是要潜压的呀 对 你这个出凤凰 可能直接就被自己压死了 他现在还在 至少黄金框开不出来啊 我觉得 对 他现在回去站一下 凤凰塔 现在才放下VC 有点晚了 其实如果打到这种局面 你就应该应变一下 直接 虚空一波算呢 主要是这张地图 先踩黄金框的优势 实在大太多了 尤其是你在这种慢科技 注重那个大招的情况下 我觉得 现在才开三GD的话 可能 你说有 有虚空 从左边打过去 对吧 这个时候其实 六个虚空 直接左边打过去 拆一个机械 正面然后配合 哎呀被追了 完了完了完了 正面都已经乱了 他完全没有准备到探机的这个三开 他完全没准备到对方要这样三开 这样探机可以顺势潜压量我觉得 再补一波兵 再点两个兵 应该可以考虑 八兵赢得一波潜压 压对手三GD 对我觉得现在就算你疯狂进他家 杀了一圈农民又怎样呢 对手直接一波压过来 是的 你三GD肯定开不起来 然后你正面的水晶其实是不足的 对 你想好这个战术 其实你要想好放弃三GD的问题 但这张地图放弃三GD很亏啊 但没办法 你这样跳凤凰 你觉得对方会让你开三GD吗 这不可能 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啊 我给大家拼问一下 打掉三GD 他是直接用那个 角速差吗 凤凰不求角速差 那是来不及吧 他回来抬 直接抬 直接抬 但是没用了 这什么情况 凤凰 操作有些失误啊 关键这个差没有角速 你抬了又怎样呢 抬了 能抬一点 能抬一点 试一点 你抬多了吧 你抬半天你也没输出啊 主要是没有角速啊 这一波 如果有角速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主要还前期内波送了 是的 前期内波 那个叫什么 前期内四个追猎送了 如果不送这四个追猎 配合着这波凤凰 对 其实正面还是有点威力的 是的 这边 这弹击就不停压你了 知道你出凤凰吗 我就不停的闪锥 打你脸就好了 这个弹击还可以考虑触摸球 我觉得 不用出来 就闪锥直接打到底就好了 白球 白球 也行啊 也行 但实际上我相信 他的战术就是闪锥打到底 对 这边蓄了两个轮金 他也可能怕被凤凰点 对 可能考虑到 也有可能要想着打多些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闪锥顶脸 不停的顶脸 闪锥配合白球 你凤凰进我家我就顶你脸 对 你杀我一圈农民 我杀你全家 对吧 就是这种想法 他这边再补兵 感觉局势方面 好像又对于越了号人 又翻回来一点 已经积极了 这个 但是看这边 这个不凶 这个不凶又被点 他 不敢去 他可能觉得不凶 还有盾 对 还有凤凰回凶 这回凶你就上了 这其实应该 他没追 结果因为家里面被打了多线 没办法 他如果不是家里面这个多线 可能直接就追了 是的 追风怎么办 现在进退两难 对 探机这个多线真的救了自己一命 现在正面 我个人觉得 现在正面就靠那个不退手 然后其他靠凤凰手 正面数量其实很多 但不小被跳了 怎么办 DPS 主力DPS被打完了 对 刚才阿拉哈这个战术 如果是刚才没有这个双线 对 可能直接就追上去 然后凤凰一抬抬一半 可能把探机的兵吃一大半走了 但是这边正面又配合了一波 对 还是我觉得中期有几个小小的一个失误 就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第一个四个追猎送掉了一下 让自己的整个战术全部乱掉 对 他可能这波凤凰就是想打正面的 有些可惜 我觉得战术准备 虽然准备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成功 可能有些细节没想好 特别是探机的这个三开 我估计 完全没有什么 太快了 在中期的话 我觉得探机抓机会的能力还真的很强 当然这个双线的两个冷静 我觉得有点 有点 有点飘的 真的 大家都没想到会有两个冷静过去 包括阿兰海在也是 他正面如果是没有 刚才我们说侧面这个冷静骚扰 他能够成功的截掉对方 他当时有十个疯狂以上吧 对 十个 十个到十二个疯狂左右 反正就十个疯狂吧 回来 截掉十个疯狂 截个时期要追个追恋 十个都不用 我觉得抓个 抓个五六个 抓个五六个 然后配合他正面的兵推过去 对 这个时候如果能吃掉这五六个追恋 然后你 你这个时候 探机可能兵就不足 对的 他再过来再吃你一波追恋 阿龙哈这个时候家里面是有 一个不朽 然后一大票差 然后追恋可能数量也不比你少多少 我觉得这一波如果平推过去的话 也许运气好 可以把比赛搬回来 但是呢 一个双线直接崩了 这个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可能还是比赛经验上的一些不足 导致阿龙哈输掉比赛 当然探机的整个稳定的发挥 也无愧于现在 应该是这个BHA的战队的 最强 最强得分手了 解释其实 包括这次 这个季后赛也在输比赛 探机其实在 季后赛 BHA的战队在场过赛 能够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我觉得跟探机的稳定发挥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所以 我觉得 整个表现的话 或者说 现在的整个走势 我觉得BHA战队 虽然是输掉了第一场 可能没有想到 但是呢 还是有机会的 算搬回来一份 这一份真的搬的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份搬不回来 那可能就 第三场直接大家都崩了 就走个流程可能就结束了 对吧 因为第三场的话 X-Team这边要派出自己最长的 选手 比赛 就是 这位现在来自于韩国的 应该是顶级的人筑选手 而这个 BHA战队这边 虽然上的是一个 执政官模式的两个选手 但是 这两位选手 又主要是面对的是TVT 对 如果是TVZ 或者是TVP 那多线也许 可能会有华 但是人筑内战当中 防空塔的存在 以及感应塔存在 让多线 很难进行有效的进攻 可能昨天有很多观众 没有看那个 因为没到现场 我们在现场 其实也玩过很多 玩过 就B-WIN不是也来现场了 然后我们玩 那个赛季杯的时候 然后B-WIN在现场 他跟那个 应神 打了两盘 然后应神上来 是让性分级 被让性分级 然后直接被吊打了两盘 所以我们看到 B-WIN的TVT实力 到底有多么的深厚 当然下一场比赛的话 我们还是要休息会儿 回来再看 后面的第三场比赛